各位同学好 接下来我们复习范例4 如图粗糙的水平桌面上有一个直量M的木块 以粗速度V在此平面上滑行 经距离L之后停止不动 则在这个过程中第一小提问摩擦力的做工 那今天我们就会使用到 功能定义合力的做工会是动能的变化 那今天呢 它的动能的变化呢 就是从一开始的二分之一Mv平方到后来的 二分之一乘以N乘以0 所以后来的动能是0 所以它的动能变化就是0去减掉原来的二分之一Mv平方 所以结果就是负的二分之一Mv平方 这是合力的做工 合力的做工 那他要问的是摩擦力做工 但事实上今天呢 摩擦力的做工就是合力做工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水平方向 它的位移只是在水平方向上 位移就是这一段L 位移就是L 对不对 可是 在这个方向上有没有力 要在跟L平行的部分才有做工 与L平行的力 才会有做工 那今天呢 今天水平方向的力 其实就只有摩擦力 今天水平方向的合力 今天水平方向的合力 极为只有摩擦力 或说极为摩擦力 所以 所以合力做工 就是摩擦力做工 我们写代号比较快 合力做工今天就是摩擦力fk的做工 所以第一小题的答案就出来了 其实今天就是摩擦力的做工 它就等于负的2分之1mv平方 所以这是第一小题 那第二小题呢 第二小题是要为摩擦力的大小 量值就是大小 那摩擦力的做工 今天我们从第一小题知道 它是负的2分之1mv平方 那做工是力去乘上位移 那今天是夹180度 所以是要乘上 孔散180度 就是负1 所以呢 所以呢 就变成了fk乘以L 乘以负1 就会等于负的2分之1mv平方 那我们的负号就消掉 所以fk摩擦力的大小 就是2l分之1mv平方 就这么简单 重点概念在于 合力做工会造成动能的变化